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当年在偶像运动会仅出现一次 就遭到了韩国网友们一致吐槽 最后被取消的环节 2016年中秋奥运会 进行了一次 在终点我最希望看到的爱斗是谁 为提的爱斗人气投票 这个投票在现场就公布了结果 女团排名第一是TWICE SANA 第二名是HELLO BINESS NADA 男团排名第一是PANTAN SORENAN GIMI 第二名是ASTROCHAONU 如果按投票结果来看的话 男性选票中有五分之一的人选了SANA 而女性选票中有三分之一的人选了几名 后来网友们发现 偶像运动会制作组当时公布的投票结果 并非由粉丝们来决定 而是由在现场的爱斗们 以异性之间互相进行的投票 听完这则消息后 部分粉丝们非常气愤 并顶制了这类环节 导致当时制作组遭到了严厉的批评 此类投票环节也被取消了 除此之外 恶魔剪辑镜头被全面筛解 制作组的遗漏记录事务争议 爱斗们的频繁受伤 爱斗犯权之间的争吵 工作人员的暴力行为等 导致节目收视率持续下降 甚至部分出演过偶运的爱斗们 将该节目称为爱斗的恋爱聚集地 最终在2022年 偶像运动会无声无息的消失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如果是同行业的人选择的话 不仅是外貌 还包括真实的人品在内 这真是太棒了 就算被选上也无法尽情地感到高兴 这到底是在做什么 一开始举办这种投票的目的是什么呢 有什么好骂的 即使是爱斗 他们的看法和我们一样啊 就算是我最喜欢的爱斗去投票 我也觉得可以接受 其实蛮有趣的 为什么要废除了呢 Sana和Cmi 证明了可爱兼性感是最棒的 所以对于当年在偶像运动会 取消的这个环节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